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一直在探寻问题的答案 这些年 我们一直在勤心研究一个书写起来最简单的字 人 让每个人的生命拥有更好的质感 是我们永恒的课题 从一天到一季 从一年到一生 我们一直在努力创造一种生命的喜悦 让每一个由无数个瞬间组成的生命 都拥有更多美好的瞬间 这是我们的理想 也是我们理解的属于你的理想生活 当以人为本 成为人云亦云的口号 我们选择了把它铭刻在内心深处 作为我们始终坚守的开发理念 多年来的执着探寻 让我们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做产品开发 我们先从研究人的生活渴望开始 从研究人对生活的所有不理想开始 有人说过 人们永远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直到有一天 你把一个好产品摆在他面前 我们的产品开发 不只是通过调研 更是通过观察 和对人性深深的思考 我们的产品开发团队 不仅有知名建筑设计大师 更有社会学家 心理学家 还有中国本土 普通的阿姨 老大爷 年轻人 儿童 孕妇 以及许许多多的普通公众 因为我们在做产品开发前 除了借鉴德国等国际一线的成熟产品 更针对中国人的生活习惯 将市场调研前置 我们用行为观察 用深度访谈 用实地考察 用角色代入等很多方法 来深度研究这些 普通公众的行为习惯 和他们潜意识中 对理想生活的需求 比如社区的步行道 我们研究 如何确保抱着婴儿的妈妈 能单手推着婴儿车回家 哪里应该设置缓坡道 比如 我们反复研究 做一餐饭 家庭主妇 会在台面上 摆放哪些物品 灶台与洗菜棚之间的最佳距离 又是多远 它会开几次冰箱 开几次水龙头 会在冰箱与灶台之间 来回多少次 比如鞋柜 我们一直在研究 不同人数家庭的鞋柜大小 分别应该是多少 现实家庭中的鞋柜异味 该如何去除 鞋柜与入户门的最佳距离 应该是多少 比如洗衣机的安放位置 我们会通过角色代入法 来测试普通家庭的洗衣动线 如何才能更合理 更节省时间 更好地为地板清洁和家庭卫生减少麻烦 比如对老人或行动不变的人士 每一级台阶的最佳高度 又是多少 比如购物回家 我们一直在思考 如何让主人在开门时 怎样才能更方便地拿出钥匙 比如社区的游乐场 我们在研究 运用怎样的材料 才能确保孩子的安全 对所有这些被人们忽视的生活细节 我们一直在潜心研究 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 物力和时间成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研究最理想的人居户外环境 包括人的活动空间尺度 景观植物的合理搭配 我们会随身携带激光测距仪 远红白表面温度仪 温度计 分贝测试仪 光照分析仪等各种工具 实地进行观察测试 测试的过程 甚至横垮春夏秋冬一年的周期 再比如 对物业的服务 我们不仅研究了电商购物后 快递的收获方式 老年人的娱乐健身 年轻人的社交娱乐 儿童的活动空间等需求配套问题 我们更在研究每一位业主的精神需要 交际需要 价值实现的需要等 人性最深层的渴望 我们执着于细节 是因为我们相信 总有一种感动 是那种叫做你懂我的细微表情 在这种表情里 我们读到了生命的质感 提升生命的质感 是我们源自内心的理想初衷 也是我们力求尽善尽美的 匠人精神所在 让我们做的每一件事 都能让你离心中的理想生活 近一点 再近一点 绿地集团群细住宅品牌 G6理想家 是理想 更是家